11月19日就是TVB55周年台庆的大日子 为了隆重歧视 今年邀请到同样出身TVB的 天皇国富城担任嘉宾 日前晨晨现身电视成为台庆进行彩牌 对于TVB这个这么有纪念价值的日子 晨晨出席一个圣诞亮灯慈善活动时 都说很感动 今年55周年 其实对我来说 一个电视台能够一直在55年里 陪着大家的成长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我亦都在TVB出来的 我心里面其实都很感动的 今年的台庆里面 有很多当时我在训练班的老师 其实已经退休了 都会出现 我的心就是 有很多很尊敬的老师 他们很久没有见 我都希望可以见到他们 至于你说我有什么活动 我想尊重TVB 留在TVB公布 活动现场摆放了几十棵圣诞树 还有独角兽造装饰 圣诞气氛很浓厚 下个月就是圣诞节了 不知道晨晨打算如何跟家人度过 我会带我小朋友 我家人和太太一起来这里 因为我小朋友很喜欢 我说的秘密就是 今天他们放学 今天我小朋友 我二宝放学 爸爸准备出来工作 他一放学之后 他穿着下服 带着一个独角兽的球裤 我说 我女儿爸爸今天要做一个活动 里面有很多独角兽 到时候爸爸的聖诞节带你来看 关于独角兽的玩具 我两个女儿是很喜欢的 所以爸爸都会买礼物 爸爸都会买礼物送给家人 我觉得聖诞节一个是普天同气的日子 还有气氛是可以交换礼物的 让大家开心一点 不是要很隆重的礼物 但是有点心意 其实都会很开心的 真的女儿都有交换聖诞礼物送给你吗 其实我每年都有买一些小礼物送给他们 是 但是你要两个女儿买一样 还是果然不一样 他们会责 一定会责 所以买的东西通常都要两份 但可能不同颜色 晨晨一向善心爆棚 为了这次慈善活动 特意重新灌录一首 她二十年前的圣诞歌曲 这首歌更被改编成 这次圣诞慈善主题曲 相当有意义 因为这次的圣诞活动里面 也都可以帮这个 银行基金筹策券 所以我们有一个大会 也希望我们可以唱一首歌 也都和这些小礼物 close over 我们就想到就是用我二十一年前 我其中一首 我很喜欢的圣诞歌 叫做战场上的饭乐圣诞 那我就改编了 就变成今次我们这个 叫做我们的饭乐圣诞 那我觉得很有意义 那里面也都和这些小礼物close over 也都将之前的歌词 就是再填上一些很有意义的歌词 配合今次的活动 那我听完之后 其实我放了很多心机 因为我都希望可以 出分力之余 也都可以做一首好好听的歌 在这个圣诞节里面 有一个很开心的气氛送给大家 感谢观看